及電視台 上年紀的人吃昌宇 除了可以保健氣管 還可以延緩老化及防癌 都有錯 請搶答 白龍姐 請坐答 有了有了有了 原來人擠太油了 對啊 對 恭喜你答 對囉 請請期位宣布下這個階段的積分是多少 好 最階段的積分呢 我們的白龍姐有一分 我們的紅哥零分 我們的羽泥也有一分 所以紅哥要加油啦 101喔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營養題的部分 吃昌宇應該選魚頭 這個說真的很少在吃昌宇 對啊 沒有料嘛 可是沒有想到 他對氣管的保健更有幫助 他現在這樣啦 就是以單位重量來講 DHA 那個魚頭的DHA是比 魚肉來得多一些一些 對 但是問題是因為它很小啊 所以你整個魚身很大 所以你如果 如果以總量來講 那整個魚肉還是多 好 再來 有高血壓的人應該 少吃昌魚 來控制血脂 是錯的 不用 這個魚本來就是 對高血壓很好 對有幫助 其實跟昌魚沒關係 只要魚都可以 對 魚都很好 再來 鯧魚含有高普林 尿酸高的人可以吃黑鯧魚 就可以避免尿酸了 是真的嗎 這個鯧魚確實 這個普林很高 但是如果說 黑色的鯧魚 比起白色的鯧魚來講 黑色的鯧魚 普林略低一點 來 最後一個 上年紀的人 吃昌魚 還可以延緩這個老化跟防癌 哇 對 是嗎 好誘人 因為你的這個 營養成分夠的話 本來就可以延緩老化 像這個優質蛋白質 對 還有你剛剛講到的這個 所謂的 Omega-3的油 DHA EPA 它是抗發炎的 是 抗發炎就是可以 防止身體的變化 當然也可以防止癌症的發生 對不對 對 好了 剛剛的回合比完 接下來這個回合就是要定勝負 是 好不好 三位加油 好 我們要進行我們的健康二選一 怎麼挑可以挑到 新鮮的鯧魚呢 那我們請可蘭示範做法A 好 怎麼樣挑新鮮的鯧魚呢 其實啊 我們挑魚 除了要看魚的眼睛清澈之外呢 要記得看它的眼球 眼球稍微凹進去 讓它最新鮮 剛拉出來最好吃 最新鮮 要怎麼挑選新鮮的鯧魚呢 我的挑選法呢 就是看鯧魚的肛門 要呈現白色的 而且呢 那記得喔 它的肛門是要縮起來的 因為呢代表 它被釣到對不對 很緊張 為什麼被釣到 所以是肛門很早晚 就像我們的下道一樣 會雙肛門縮起來 所以呢挑選好吃 新鮮的鯧魚 就要挑選 它的肛門是白色的 然後是肛門緊縮 不是鬆的喔 您覺得是眼睛有點內凹呢 還是縮肛的這個鯧魚呢 A或B請舉牌 3 2 1 答案是 挑選白色的肛門縮肛的 YA 這什麼跟什麼 我沒有看過它放鬆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啊 那鯧魚怎麼是掉起來 算了 對啊 這真是什麼啊 不是啊 怎麼會掉起來 那鯧魚會縮肛 那我看它輕鬆的時候 是怎樣啊 然後我跟大家解釋喔 首先 就眼睛的部分來看 魚的眼睛 應該是平整的 而且是清澈的 當它開始內凹進去 當然它已經 那個水分已經被空氣抽腫了 它已經放置一段時間 放很久了才這樣 對 但你說它不新鮮嗎 它可能還是新鮮的 只是說沒有完整的情況下 來比較好 它塌了嘛 它塌下去 另外一個 你們剛剛有提到縮肛的問題 不是釣魚釣起來問題 對嘛 怎麼可能是釣魚 它在形容嘛 它任何狀況下都縮肛 它被抓到它縮肛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其實現在台灣賣了很多的鮮魚 你說縮釣起來其實並不多 真的不多 很多都是冷凍解凍 那冷凍解凍的時候 一旦你解凍不好的時候 它第一個最明顯的部分 是眼睛 再來就是它的肛門 它會有點爛爛 所以你要看這個肛門的部分 因為 鮮魚的肛門是很清楚的 看得很清楚嗎 對 那你只要發現它是有點外開 就代表說它解凍的時候 裡面的水分已經釋放好 跑掉了 對 好不好 這樣就了解了 了解了解 不是因為它剛剛那個什麼 啊 這樣跟菜市場老闆講話好尷尬 對啊 你賣東西都不負責任 鋼門都鬆了還賣給我們啊 你就看到 你不要去跟它討價還價 你就看到不要買就好 你還跟它講這個幹什麼 這好尷尬 對不對 來 第二題 處理完鮮魚後 怎麼樣去除手上的魚腥味呢 我們請可蘭示範出來 我們通常泡茶茶葉渣它那個濾出來之後不要丟掉 用我們茶葉渣這樣來搓起來 像我們洗手一樣肥皂這樣搓搓搓搓搓搓 因為我們茶葉呢不僅可以除臭 它可以去掉我們手上的腥味喔 手上有鮮魚的魚腥味該怎麼辦呢 我準備的是萬用的洗米水喔 各位媽媽洗米水呢不要丟掉 然後呢把這個洗米水呢放在裡面 然後搓搓手就可以輕輕鬆鬆的把魚腥味去除掉囉 您覺得A有道理還是B呢 請舉牌 3 2 2 答案是 記得用茶葉喔 茶葉不要丟掉喔 耶 茶葉 呃不是 它是這樣就是我們一般來講 茶葉本身它會有一些那種香氣有沒有 對 就是那種揮發的那種香氣 那因為物質它是互融的 就是臭味香頭 就是它能夠揮發香氣的 跟那個臭味它那個化學結構類似 它會把它抓下來 會抓下來 會抓下來 就像有點像水溶性的就會被水沖走 油溶性的就會被油沖走 因為它們兩個的特性相同 就會被拉掉 了解 所以因此茶葉裡面的那些茶鹼啊 丹寧酸啊 那些就會把這些腥味抽掉 好來加油囉 最後一題囉 煎鯧魚食 事前該如何處理才是最正確的呢 來我們請可蘭示範做白 好我們現在呢買鯧魚回來 我們要煎之前呢 準備了一個我們的洗波子 因為其實啊鯧魚它算 看起來沒有魚鱗 可是它其實是有魚鱗的 它魚鱗較小 所以記得還是要稍微去一下它的魚鱗 去完魚鱗之後呢 再放下到我們的鍋子裡面煎 這樣煎出來的鯧魚呢 就會既完整又漂亮囉 鯧魚煎要怎麼處理才是正確的呢 我的方法呢就是 不要去它的魚鱗 因為其實鯧魚的魚鱗非常非常的小 那你反而去去它的話呢 會破壞它 那我們就把它放在我們的紙巾上面 將它吸乾之後 再把它放入我們的鍋裡面 去煎 就不會破壞它魚肉的表皮囉 您覺得A有到底還是B呢 請舉牌 3 2 1 答案是 它雖然魚鱗小 可是記得要去魚鱗喔 喔 你快騙人了 怎麼會騙人 鯧魚買回家 豆瓣尖尖就好 但是詹姆式的鯧魚料理 可是跟你想的不一樣喔 我們今天直接水煮 水煮 很快很方便 那我們今天比較特殊是 我們會放牛蒡進去 比較有土味的 這個 都可以把牛蒡放進來 放進去 不用割幾道嗎 不用不用 裡面都好甜喔 滿滿對不對 好好吃 我覺得用煮的比用煎的要嫩 好好吃喔